抢换499吃道宝 达人说 违约金2000内可考虑 中华电信也聊了皮 宣布跟进吃道宝大战 今天起到下周二 推出不限资格 499上网吃道宝专案 月缴499缘起 吉祥30个月上网吃道宝 网内通话免费 网外或试话通话还送180分钟 吸引不少民众想吸马投靠 不过达人说 虽然这次通话费送很多 但民众必须考量 真的需要讲那么多电话吗 如果合约刚好到期 或违约金只要一两千元 就可以考虑 如果违约金高达5000到1万元 换算下来 每个月平均费用 也是699、799或899 而且其实办699资费 想手机优惠 换算下来也跟499差不多 另外中华电信是期间优惠 不像台湾之星 亚太电信等是终身合约 如果本身通话量不多 没必要凑热闹 电话量很大 也不鼓励申办 因为往外通话一分钟六元 建议通话量在100分钟 或1399资费的人 才比较适合申办 苹果欢信15周年 送你百元C的米券 再车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市族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